路虎缆胜哪个版本值得买 现在的行情是多少 今天给各位老板和视频前给我点完关注一年内BT路虎的缆胜宝贝们 给你们分享一下选买干货 作为路虎缆胜最穷的车主 必须靠谱 1428的路虎缆胜优惠15万起步 1468的路虎缆胜优惠11万起步 1598的优惠12万 包括1748的也是优惠12万起步 每个地区不一样 行情甚至能差出来5万起步也是正常 如果你不是工户 我劝你多了解一下行情 还有就是二手的准心路虎缆胜 我劝你别干 现在麦巴赫行情都垮了 就差路虎缆胜了 我作为路虎缆胜车主 我是不希望路虎缆胜行情垮的 但是我也希望视频前想买二手路虎缆胜的 能买到一个合理行情 当下来讲 路虎缆胜五代 要干就干新车 真跟二手差不了多少 同样开一年两年亏的情况下 再就是打算干宝马X7跟G2S的宝贝们 虽然现在宝马X7又会干爆炸了 再懂这枪加白昂马上你能看到这玩意儿 又会20多万 包括奔驰G2S玫瑰版本 现在103就有车 我感觉正月9月份的时候G2S行情玫瑰版本 它会跌破100 不要觉得PI的X7跟G2S 照而开一年亏的会比路虎缆胜少 你确计贵四五十万落地的路虎缆胜 亏的要比宝马X7跟G2S少多了 你可以对比一下二手的宝马X7跟二手的G2S 再看看二手的路虎缆胜 他们整体行情一对比心里就有数了 再就是路虎缆胜 你不要买我这种标轴版本低配 要干就干1468 长轴那侧面多协调啊 再就是五代缆胜有后轮转向 不像四代缆胜长轴距那么难开 整体五代缆胜开的接近于一种电车的行驶质感 你开起来这玩儿飘着走 但是飘着走的同时 底盘非常扎实 那种韧性 俩这儿滑溜 杀这儿针板这儿 四个字干就完了 还想知道什么评论区留言